就是刚刚在徐老师的一个专访里面 他特别提到 他个人对于县市的审议委员 还有中央审议委员 对原住民文化的一个熟悉度 以及对于原住民文化特殊性的一个尊重度 他的感受度是不一样的 这部分来讲我想请教就是组长 那怎么样去确保在一个文资审议的过程当中 对原住民的文化有一个足够的一个理解和一个肯定呢 好 谢谢主持人 那我相信大家应该很特别关心 原住民文化资产保存的相关的议题的部分 那在文化资产保存法在105年7月修正之后 特别增定了第13条 就是我们对原住民文化资产的保存里面 有个专门的办法 叫做原住民的文化资产的处理办法的部分 那我们为了尊重原住民文化相关的 他的思维 他的价值跟特性的部分 有关于原住民文化资产的相关保存工作 大概会有两项我们要特别去注意 一个是有关原住民文化的相关的调查研究 指定登录 废纸变更 政治管理维护 跟未来的活化再利用的部分 都要使用这个处理办法的部分 第二个是有关原住民文化 它相关的文化特性或是差性的部分 这个部分也要适用这样的处理办法的部分 所以说它比一般我们在做汉民族的一关传统工艺也好 或传统标案艺术的相关的指定登录的过程当中 还多了一个特别为原住民所量身打造的一个处理办法 里面去针对原住民的特性 包括它的审议委员 它的学者专家 还有原住民部落的参与的部分 都有一个严谨的一个规范的部分 那我相信不管是中央政府文化部这一边 还是地方政府 他们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法规来有所遵循的部分 这个是在母法上有这样一个规范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 实际上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来讲 就有几个让大家可能特别关心的部分 如何去登陆一个人间国宝的相关事项的部分 大概会分成两个程序 第一个是说如果说我们对于一个 比较有潜在的一个文化资产的价值的部分 我们会透过县市政府的普查工作 或者是说有相关的团体或个人 他也可以提报有关原住民的相关的内容 项目的范围 提送到县市政府的审议会来做讨论 那审议会的话 他们就会有召集一届的专家学者 组成一个专案小组 那专案小组在做现场访试的过程当中 就会根据我们的一些指定的一些基准 认定的基准去询问 我们未来要登陆的这些保存者 他相关的一些知识 或是他的记忆 或是文化的表现的形式的部分 那或许委员在问的问题当中 其实他背后隐藏的是在 想要了解一下这个保存者 他对于这样的传统公益的知识体系也好 文化脉络性也好跟他历史意义的感受度 或是他的熟悉度如何 才有这样的问法的部分 那县政府他在做勘察之后 会指定一个以上 会进行所谓的文化资产的价值评估 那这个价值评估就会提到 我们的审议会里面去做讨论 那目前来讲我们的审议委员会 因为每个族群不一样 所以我们对于原住民文化的一个 指定登录的话 会用一个比较任务型的编组 来组成一个审议会 那目前的审议会是9到21人的部分 那除了我们的文化部以外 还有我们的原民会 会同他们会临派一些委员 包括有关机关的代表 或者是说我们的学者专家 还是我们的原住民的相关的代表 然后其中原住民的代表不得少于1.2 然后机关的代表也不可以超过2.3的部分 我们希望把所有的审议的事项 可以在原住民的部落 原住民的机关 跟原住民相关的组成的学者专家里面 去讨论这件事情的部分 对于传统公益这个项目 要登录一个我们保存项目的话 它的前提是要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部分 而且它要有传承的文化的发展 但是对原住民的相关的部分 我们又有四项特别为原住民 所联定出来的基准的部分 这也是在原住民的文化资产 处理办法里面特别订定出来的 第一个是它是可以表现原住民族群 不管是历史上的意义 或是文化的重大的意义的部分 第二个是它可以彰显 整个原住民土地的关联性的部分 第三个它可以表现 特定的相关的原住民族部落 或是传统组织的文化的特性 然后最后一个是它是个世代相传 传习下的一个基义的部分 那针对以上的这些将近加起来 将有十一个基准的部分 那我们就用审议会的制度 二分之一出息 二分之一通过的话 这个项目就可以变成我们的保存项目 谢谢大家